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晨 我們預計熱帶氣旋肉套的強度 今天會進一步減弱 當肉套對香港的威脅解除的時候 天文台就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至於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可以見到 位於南海東北部的肉套 它的組織其實都開始見得有點鬆散 代表著它的強度有所減弱 同一時間跟它相關的一些雲帶 都是繼續覆蓋著華南沿岸地區 至於今早早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可以見到天上面暫時還是比較多雲 而氣溫方面 去到今早早的七點多鐘 香港各區的氣溫普遍都是在二十一度左右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將會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的趙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二十六度 會吹著和緩至清淨的偏北風 而初時高地是偏中吹強風 至於接下來的幾天 我們預計天氣會慢慢好些 預計在週末和下個禮拜頭的時候 都會是部分時間有陽光 這一節天氣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